在分享油沙納而被拒絕時 你會如何應對 通常我們分享每一件事情被拒絕的時候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拒絕是成功的開始 那我們要去了解對方為什麼要拒絕我們 他拒絕的是哪一方面 是產品呢 還是對公司 還是對於事業 還是對於獎勵制度有一些問題 把真正的問題問出來 然後再針對他個人的問題 來加以解決 我想這是通常我面對拒絕的情況 所採取的這一些步驟 當對方拒絕的時候 我會先去贊同對方 是啊 但是再來回答 我所要只認知的問題來告訴他 也就是說先站在對方的立場 被拒絕對我來說是一種很普通的事 因為做這行的話很多人都會拒絕你 因為每個人對這行不了解 真正會拒絕你的人通常都是時機不對 要不然就是不了解到底要做什麼 所以通常我會給他們更多的時間 我不會說我不會拿這個當作完全的拒絕 對我來說這個只是暫時的拒絕 所以我只會把它放在一邊 我不會把它完全丟掉 然後最後在以後 差不多一年後或是幾個月後 再問跟他們問好之後 再跟他們說 應該是正確的時候了 然後拒絕並不是永遠的 所以那時候可能是正確的時候 我覺得Yosana是一個分享的事業 但是每個人站的角度不同 他們的想法不同 價值觀不同 所以當別人拒絕的時候 我覺得不要棄壘 我們可以找下一個 因為呢拒絕別人拒絕不一定是拒絕你本人 而是對這個事業還不了解 這個產品還不了解 所以呢你要以正確的態度跟他們繼續分享 而且去跟進 也可能呢下一次他們還會返回呢 跟你們在一塊 另外呢當朋友拒絕的時候不要沮喪 其實成功就是因為不斷地有人拒絕 然後你不斷地成長 不斷地進步 你才能跟別人一種不同 那這個嗎當然你一定會有拒絕的 因為在這個Yosana的事業裡面 對我來說拒絕是很平常的 如果沒有拒絕才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在拒絕的時候呢你一定要微笑 然後對你的朋友們呢還是很開心 很尊重的方法 然後跟他們說不用緊 然後你就找另外一個人 因為如果你讓他們看到你被拒絕之後 然後心情不好 他們也會覺得說你是要叫他們加入 然後你是有意圖地來找他們 所以在說到拒絕的時候呢 我還是會很面帶笑容地去應對 那麼在分享Yosana而被拒絕時 你會如何應對 我覺得面對拒絕呢 是每個人剛開始都不是很喜歡的一件事情 包括我自己在內 但是呢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是改變一種信念 這個拒絕呢其實就是邁向成功呢更進一步 大家同意嗎 是的 我覺得我很同意你這句話 因為我記得一個成功人說得很好 他說拒絕就等於成功 所以呢我們拒絕越多你成功 就越近了 真的是這樣子老婆 太棒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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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